问他一句话 总是要好多分钟之后 他再答复你 他要看 你整个定下来了 他跟你讲 你没有定啊 你还有妄念 他不跟你讲 讲了没用处 所以话很少 可是你会记住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忘记 这个教学法很厉害 一定要你全心精神贯注 心静下来 所以古人讲 都是千变的 就这么个道理 你心定了 你专注了 会晤出来 底下第九个问题 所有的像 都是心性变化出来的 请问心性 或者是佛性 又从何而来 正到什么果位 才能知道那是不生不灭 大臣教里面讲 正到八地 不动地 你这个真相 你就完全能够明了了 那么现在科学家 对这个道理 逐渐逐渐讲法的时候 跟佛法很相接近 如果你不懂这个 多看这个科学的书籍 这科学特别是讲这个量子力学 讲微观世界 你先去研究这些东西 你心里有个概念 然后这个佛法讲 新鲜事变的道理 你会体会得到 下面一个问题 若是植物人的大脑已经死了 家人禁止给他失误 一直到死 请问是否等于沙僧 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纵然对于植物人 也要照顾他 也不能够断绝他的饮食 断绝他的饮食 这个确实是非常不仁慈 一定要照顾到 下个问题是 若知道自己得了绝症 活不了多久 为了孩子和父母 以后的生活 所以买个保险 赚保险 请问算不算偷盗行为 这个不要问别人 问自己 真的得了绝症 现在山西小院 给我们做了最好的例子 如果你真的是校养父母 真的要教养儿女 我相信你应该还要多住几年 你那个病会好的 绝症也会好 为什么呢 你自己的夜报是没有了 我现在是为别人 要托别人的福 别人有福 你就会常住 到别人没有福了 自己寿命也到了 那时候可以告别了 第十二个问题 请问人从哪里来 从无人到有人的时代 其延变过程呢 如何 这个没有法子习讲 可是我们讲《华严经》的时候 希望你多听 《华严经》讲过 在这个 很早了 在世界成就品 在这个《华藏世界》 都讲过这些问题 可以从前面看起 十三个问题 他请问佛菩萨 为何不现出大阴身和大光明 让所有的世界的人出身 在同一时间 能听到佛菩萨讲法 虽然我们有业障 但佛有大神通 是否能帮助众生 见闻佛菩萨 告诉主位 不能 为什么不能 这个《大庭经教》上讲的很多 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力 他这么讲 那我们现在这种想法 都把佛菩萨当作是我们普通的人 都起心动念 他可以这样做法 他倒是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你说他这么想法 所以众生有感 佛就有应 那么感应道教的例子 我们在 江本博士的水事业里 真的得到了科学的证明 所以佛菩萨与众生 是感应道教 换一句话说 它是被动 我们是主动 这个就是 《大庭经》里面说 佛不读众生的道理 那么佛硬化在世间 帮助我们 是阶段性的 是帮助你出学 出学还是感应 绝对他没有意思 说我有个意思 动个念头上 那他就变成反复 他就都啰了 没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中国老祖宗 叫给我 行有不得反求助己 这句话了不起 所以一切 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去分析 才能够解决问题 碰到疑难问题 不要向外面找 从内心去找 这才是解决指导 那么佛法讲得很清楚 真正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看破方向 你放不下吧 放不下是什么 放不下执着 所问的不是全是执着吗 全是分别吗 你真能够把分别之后放下了 你还会有问题吗 你就不必到这儿来了 我们大家都省思 所以通通没有离开 妄想分别之中 所以碰到妄想分别之中 这个观的时候 自己要冷静点 往里面去找 不要往外头 外面是越着越复杂 今天的问题多了 我们的时间快到了 底下一个问题 地藏经书 在梦中可清零我们看到 住眷属 请问为何不能让我们在清醒时候看到 我每天念地藏经 但疑问很多 清秋开始 你所以看不到 念地藏经看不到 就是因为你疑问很多 你要没有 艺术 建灵 智 我 看到